作者 程九 后期 鬼步语 第725集 得到七云开命令的暗卫出城后 第一时间就与萧九安的暗卫联系上了 他们甚至比军中的人还要更快一步得知别庄出事 萧九安被困 啊 这是 是巧合吗 暗卫本来是抱着讨赏的心情 跑来城外找王爷的 结果他们家王爷真的出事了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王爷和王妃不是普通人 好了 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快些去军营调兵 去救王爷 暗卫小头目不敢耽搁 片刻也不敢等 起码就朝城外的大营跑去 这个时候他们要做的 能做的 就是去找救兵 找更多的人去救他们王爷 嗯 我去禀报给王妃知晓 免得王妃担心 另一个暗卫还念着纪云开的差事 不敢乱来 两人一东一西 但几乎是差不多同时抵达目的地 当暗卫小头目带着救兵前往别庄 纪云开也得知了前因后果 带着暖冬半夜进宫 他相信京城发生这么大的事 皇上肯定知晓 但他也相信皇上会装傻 甚至还会在暗中坑萧九安 凤齐萧绍荣一把 阻止燕北军 凤家和萧家救人 要知道 这一次出事的人不仅仅是萧九安 还有凤家继承人和萧家继承人 一旦三人死在城外 皇上不用被任何责任 还能轻松地消灭三个强大的敌人 对了 还有齐家主 萧九安三人死了 甚至不用皇上出手 齐家也会被灭掉 一件树雕的好事 是个人都不会放过 王妃 我们这个时候进宫好吗 万一皇上事先不知情 我们这一说 不是给了皇上机会吗 暖冬一路上忐忑 他觉得纪云开说的是对的 提前告诉皇上 让皇上明面上不敢有动作 又觉得自己想的也是对的 不告诉皇上 皇上不知就不可能捣乱了 暖冬心中不安 也不知道该如何抉择 这是天启 是京城 没有什么可以瞒得了皇上 而且我来找皇上 并不仅仅是为了禀报此事 他来找皇上 更多的是为了诸葛小大夫和费小柴 被困在别庄的不止三个人 而是四个人 齐家主也在里面 他不能确定这四人会不会有事 但他可以肯定的是 一旦那四人出事 被扣在齐家的诸葛小大夫和费小柴 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还有什么事 暖冬一脸不解 但纪云开却没有告诉他的意思 甚至在皇上准他进宫后 纪云开都没有把暖冬带进宫 而是让人在宫门外等着 他知道暖冬一心向着他 甚至在他与肖九安之间 暖冬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 但是他不敢赌 在肖九安与费小柴诸葛小大夫之间 暖冬也会选择后者 不管怎么说 暖冬都是燕北王府培养出来的人 暖冬会向着他 也是因为他是燕北王妃 而不是因为他这个人 继云开一路脚步匆匆 随领路的小太监来到御书房 和平时一样 双手坐衣并没有下跪 臣妇参见皇上 万岁万岁万万岁 他确实是来求皇上的 但没有人规定 求人必须要跪下 半夜进宫 何事 纪云开没有戴面具 他一抬头 皇上就看到了他那张绝色的脸 有那么一刹那 皇上的眼神闪了一下 人美本身就是罪过 皇上 我家王爷 凤琪公子 还有萧绍主 其家主出事了 被打人所害 困在别庄内 还请皇上派人施救 纪云开没有指望过皇上会救人 他就是来告诉皇上一声 哦 竟是发生了这样的事 什么时候发生的 朕怎么半点不知 皇上派了皇家暗探 尾随萧九安与凤琪 他比纪云开更早知晓此事 但此刻他是不会说的 一个时辰前发生的 他们四人本应是为了引蛇出洞 却不想遭人散尽 出路被毒 恳请皇上派人施救 也请皇上 准我前去救援 这才是纪云开真正的目的 他要去现场 并且带诸葛小大夫和费小柴去 此事朕立刻派人核实 如确实属实 朕准你前往 皇上满口应下 他从不认为 纪云开一个女人能有什么用 去救援 纪云开一个女人能做什么 皇上 被困在别庄内的除了王爷四人外 还有数百士兵 臣女担心他们会因山石倒塌而受伤 恳请圣上准我带药 带人前往 这都不是什么大事 皇上想也不想就应下 如事实属实 朕准了 左右等到他核实 至少也是一天后的事 一天后 纪云开带药带人去现场救援 能救几个人出来 还真的不好说 多谢皇上 臣服告退 目的达成 纪云开片刻也不停留 直接告退出宫 此刻萧九安生死未知 皇上自是不会为难纪云 让人将其送出宫 又派暗探前去调查清楚 这事他事先收到了消息 但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他并不知晓 他想要阻拦燕北军救人 至少要清楚实际的情况 皇上的心思是个人都能猜到 纪云开从头到尾就没有指望过皇上 出了宫 纪云开并没有直接回府 更没有出城 而是带着侍卫直接来到齐家 大半夜的 纪云开却强势地敲开了齐家门 张嘴就是奉旨带废小柴和诸葛小大夫去救人 至于救什么人 纪云开一句不说 齐家人也不是吃素的 刚死了少主的他们这回火气正旺 见纪云开半夜带人上门要人 当即火气来了 直接嚷着不放人 人是燕北王送来我齐家的 除了燕北王 什么人也不能把人带走 齐家人硬气归硬气 却没有犯傻 而是把萧九安推了出来 纪云开是燕北王妃不错 但不是什么时候 燕北王妃都能代表燕北王 不放人是吗 强 纪云开根本不给齐家面子 甚至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直接下令让护卫动手 不是他纪云开看不起齐家 实在是现在的齐家 还不值得他放在眼里 齐家死了少主 又发生了别庄的事 不管齐家主有没有事 齐家都败了 要知道 出事的别庄是齐家的 今晚的事情的发齐者也是齐家主 今晚这事 齐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齐家最好祈祷 萧九安 凤琪和萧绍容无事 不然 齐家可就不仅仅是衰败那么简单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